在國小一次被霸凌 國中一次被霸凌 霸凌到 我看從他眼神裡頭 絕望 他說爸爸我真的不曉得為什麼要活著 這麼嚴重 我就抱著他跟他講說 我說請你看著爸爸的眼睛 不管你發生什麼事 爸爸無條件愛你 我女兒在國小六年級跟國中 有很不愉快的生活經驗 學校的求學經驗 因為他是一個蠻特別的小孩 就是說他一直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來自於我們的教育 那因為從小我就沒有要求過他功課 因為本來功課我就是不好的人 我都跟他們講說 學校的成績能過就過不能過 你順順地過就好 重點是你想要什麼 你喜歡什麼去發展他的天賦 因為我從小 你看這是他 大班的 幼稚園大班的作品 大班 大班做這樣子 那很厲害耶 他兩歲半的時候就拿剪刀 一直跟我要剪刀去剪東西 我就不敢給嘛 那小肌肉都還沒長好 他就一直剪 我一天到晚被我媽罵 說你這個 怎麼會生孩子 怎麼會生孩子 生女孩子 生孩子 我在我媽面前不敢 可是我媽一走了 女兒就開始一直跟我要剪刀 要這個 你懂嗎 他芭比娃我會幫他買 可是買完之後呢 我就不從小孩的人 對 就說你要什麼就這樣 其他你自己做 他就拿剪刀 開始剪破布 剪紙幫 做衣服 做衣服 然後又去YouTube看了那個 幫他用黏土做了那個什麼 麥當勞的薯條盒子餐盒 很 床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已經看到這個小孩的天賦 在這裡 我也不用要求了 對 就你只要朝你的勢心發展就好了 可是他整個求學過程在 國小一次被霸凌 國中一次被霸凌 霸凌到 我看從他眼神裡頭 絕望 他崩潰 他哭 他說 他說 他說爸爸我真的不曉得為什麼要活著 啊 這麼嚴重 霸凌嘛 霸凌 後來有一次他崩潰大哭 我就抱著他跟他講說 我說請你看著我 我說請你看著爸爸的眼睛 我那次跟他講說 我說不管你發生什麼事 爸爸無條件愛你